粘了两颗白玉苦瓜 来做一道大人的口味 柴鱼红烧苦瓜 这在超市应该有看过吧 就是这种半干的柴鱼片 然后一片大概一百块左右 我切了四分之一片来煮 白玉苦瓜 要切 因为我们是用炖煮的 所以可以切大块一点 这柴鱼片可以用手撕的 这样子 把它撕也不要太小片 撕一片一片 但是不要吃得太碎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起油锅先倒姜姜片 我把鱼鱼拿下去 放煎香 把它煎 焦黄焦黄的这样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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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只要7 Patrick's Plant 来鱼,先加香脏后放肤菜 鸡蛋 煮沸了之后转小火焖20分钟 转中大火收干一点水剩 都可以了 焖煮的很软烂 稍微有点苦干苦干 嗯好吃 是自己喜欢的口感可以增加焖煮的时间 一次炉多一点 放冰箱 直接拿出来配饭 变成一道凉拌菜也不错